3月1号凉晨即时 高峰路中段的拓宽工程 正式动土 高峰路从圣经书院到财神庙 长度约800公尺 平均路幅只有4到6公尺的宽度 园区上班的民众除了宝山路之外 高峰路也是上班族的替代道路 因此时常发生塞车情况 在地方明代以及市府的努力之下 终于正式动工 这个高峰路部分路段 路幅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4到6米 每次到了尖峰时刻 双车汇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一直以来 尤其是我们在地 我们南区的几位议员 徐副议长 徐文栋议员 徐信芳议员 以及我们施乃如议员 都非常关心这一段的一个拓宽的一个工程 那过去我们市府同仁也非常的努力 不断的跟居民沟通跟协调 今天我们很高兴在议会的支持之下 市府编了2150万 我们预计要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工程 高峰路拓宽工程是沿线居民的期待 也是民意代表的期望 3月1号的动土典礼 副议长许修睿等10位议员接到场参加 可见大家对高峰路拓宽的重视 如愿到我们财神庙这边 那因为过去来说 因为道路的狭窄 所以很多的公车到财神庙这边 就又要倒转回去了 所以造成很多民众 我们坐公车也非常的不便 那相信说经由这个道路拓宽之后 然后电线电缆地下化 那所有的公车的路线 在这里也要建议我们市长 所以责神交通处这边 我们的免费公车可以重新来排定 能够来加会我们所有 新光礼跟高峰礼 所有这些礼民 高峰路拓宽工程将原有 4到6公尺的路宽增加到8公尺 沿线的电感将协调台电公司 进行地下化工程 另外考量高峰路164项出入问题 也将开辟一座桥梁 改善此路段的用路安全 那中段因为很狭小 它并没有拓宽 没有拓宽的时候 本身后面不是说很拥塞到什么程度 但是行人走的安全 真的非常必确定 我们有很多社区的住户 就是行走的时候因为路太狭小了 因为电感必须要闪出路边出来 一闪出来就被后面的车子撞到 这个车祸发生了好几件 所以我们跟里长两个人 就跟那个市议会去怀应 跟议员去乘行怀应 那经过市议会议员的帮忙之后 有没有在市长帮忙之后 那今年终于马路可以拓关 那拓关之后的马路来讲 它的一个行人的行进路线 不会因为电线杆而走出马路上 让别人到车子来撞到 这是我们最决定很幸运的 这项拓关工程从圣经书院 到财神庙全舱800公尺 总工程经费2150万元 预计105年底完工 届时拓关工程完工后 将可疏解上下班通勤车流 也能大幅提升用路安全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